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立委邱盈他公布了一个光碟 在当时这个角头也叫做林毅宏 他在去年10月17号的时候在家里面 被这个有两名歹徒用行业行事的方式枪决 惨死在家中 当时警方对外表示说 这个角头是一个人独自在家 而且暗发的现场并没有任何监视器的画面 但没有想到民进党立委却拿到了当场案发现场的光碟 而且戳破了许多谎言 第一段要来看的是 当时案发的现场是当天下午的6点45分 但是在6点39分的时候 有一名男子他就走进了这个角头家里面 来看一下地段的画面 待会他会慢慢的走进去林毅宏的家里 这位先生 18点39分的时候 这位先生走到他的家里 根据我们的线报指出 这位先生是一位法警 台南的一位法警 他是一个警察 这个邱颖表示说他接获线报 进到这个角头家里面的是台南市的法警 不过他这个身份的部分恐怕稍后还要再确定 而在之后不到三分钟之后 两名头戴这个帽子的 也就是嫌犯的部分呢 就马上冲到角头的家里面 来看一下第二段的画面 这两位就是枪手 你看他们先走到旁边 然后立刻就转头进去 这个时候是18点45分 给我跑出来了 枪击命案已经开始 几十秒的时间之内 两位枪手已经往这个方向去逃逸 这边就有一辆车子接应 好这是18点45分的时候 大概几十 大概十几二十秒的时间之内 好你看45分 三十几秒的时间之后 黑衣男子非常从容的 离开了林一红的家 好这个公布引带可以连续有戳破相当多的疑点 第一个为什么警方在当时要对外宣布说 角头是一个人在家 但事实上可以看到 至少还有另外一名男子也在家里面 而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这个警方对外表示并没有监视录影器 但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立委偏偏偏就拿得到这个画面吗 另外一方面 这个罚警 如果他是罚警的话 他进到的角头家里面 到底是要干什么 为什么命案现场里面 两名凶手没有将他灭口 而且事发之后 可以非常从容不迫的离开现场 诸多的疑点 恐怕还有待厘清 好目前是立法院这新情况 先把时间交给棚内 好谢谢药州 确实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委 在公布了林毅宏这名角头的命案当中 居然有远警出入在这名角头的家中 而很显然的呢 当初还是有警方在藏匿一些案情 从台中的事件到这起事件 应该今天在这个警方方面 有很多的说法 必须要来回应外界的质疑了 好接着我们带你来看到很多